哈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瓶集 然后从疫情前一直累积到现在,柜子已经完全放不下了 那我们就先从比较大件的一些洗护利用品开始介绍 首先洗髮精的话呢,我用完了一个康定的酵素直萃洗髮精 这个洗髮精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然后我应该在我的空瓶集里面已经介绍过两三罐了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加入了一个靠北美妆的社团 才发现里面有很多人对这一瓶都非常的不喜欢 那我自己用这一罐的感受是,我觉得它洗完头皮是会真的比较膨一点点 然后它的味道老实说,我没有觉得它有很臭的大蒜味 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点像优落乳的味道 我洗完头是不会明显的比较油,而且它润丝的效果我觉得蛮好的 通常用完这罐我是不会再护发了,那剪短以后我更是没有再用护发 我觉得这一罐在我的头皮跟髮质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自己是有一点自然卷,然后头皮不会特别出油 头发是偏比较细软的,然后没有软烫 如果你的髮质跟头皮跟我相同或者是差不多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给它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它算是评价洗头发里面算是真的很好用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Ban4他们家的直萃洗发跟润发 那这两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首先这个直萃洗发精它洗起来的感受是比刚刚那个康定在更细致的泡泡 然后呢它非常好冲掉,然后洗起来会有一种头皮很清爽的感觉 它不是那一种凉感的洗发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里面直萃的成分,就是会让你整个头皮觉得很轻盈 所以通常夏天我大概每两天我就会想要用它一次 这个设计啊会让它使用的量比较快一点点 如果你不喜欢就是用那么快的话 我建议你是这样子倒着放 那他们家的这个润发乳呢,我觉得效果也是蛮好的 它是那一种非常轻盈的,所以如果你的头发是严重受损法 我觉得就不会很适合这个 但如果你是一般需求,然后你非常讨厌那一种 润发乳会把你头发整个就是拉下来的那一种感觉 这一款就很适合 还有一个洗发的就是这个RAWA的花盐换色亮彩洗发精 这个洗发精应该是RAWA系列里面我第二喜欢的 它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味道真的很香 然后它是有一点那种,碰到嘴巴 它是那一种有点果冻凝胶状,所以它洗起来也是非常清爽 那通常这一种就是透明凝胶状的洗发精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好冲掉 然后泡沫很细致,所以这一款我也是很推荐 即使我没有染头发,我一直以来都有在持续回购这一款 刚刚Ben Ford我还有用掉一个小罐的这种试用装 那通常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放在比较不常用的浴室 然后就是偶尔也是会使用的 接下来讲几个身体的洗澡的 就是这个La Proquette他们家的 这个叫做La Proquette他们家的body wash 有两个口味,一个是73号的烟熏杏草 那另外一个是74号的小黄瓜薄荷 我要先强推这个小黄瓜薄荷,因为我自己也有买一罐的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是我第一个露的味道 然后呢它就是很明显是那种小黄瓜 即使是不喜欢吃小黄瓜的人应该也能理解 小黄瓜它其实有一个很清爽的味道 然后它里面还带有淡淡的薄荷 所以它不是那种完全是瓜味 你不用担心就是你洗起来会很像瓜味 它洗起来身体会非常的,也是那种不是凉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清爽 然后所以非常适合夏天使用 它按压的量我觉得不太需要很多 就可以起很多泡泡 前提是你必须要用那种洗澡的那种起泡球 那种起泡球可以让它效用发挥到最大 然后洗起来你会觉得很爽 那另外一个这个烟熏杏草呢 它的味道啊就是比较大人味 这一款我觉得很适合跟男朋友一起使用 然后这一款味道啊它其实 它叫什么 它其实就是香草 可是它不是那种甜甜的香草 它是那种很大人味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焦糖布丁的焦糖那种感觉 就它已经带有一点点苦味了 然后所以它变成一个很成熟很中性的香草味 所以如果喜欢这样味道的人也可以试看看 同样是洗澡的我们还用掉这个 Urba Viva他们家的开心宝宝沐浴露 但是这个东西老实讲我完全没有印象它是什么 Urba Viva他们家是很明显的干极掉的味道 然后他们家用料是真的很天然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送礼或者是拿给你们家小baby洗 那这一款就里面是柑橘跟羊柑橘 但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所以以我侄女她目前皮肤没什么状况 应该算是推荐的 然后另外一个超级推荐的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是Neon他们家的Perfect Night Sleep Bath Foam 它其实是一个沐浴泡泡 然后呢它是在泡澡的时候添加的 它会起非常多的泡泡 重点是这个味道超级疗愈 它就是完全是薰衣草基底 所以你喜欢薰衣草的一定可以买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那种 我觉得是精油 精油放的很重 因为它的那个精油味真的一倒下去 你整个浴室会弥漫那种就是精油的那种香分 那这一款呢孙小波超爱 通常我们只要泡澡啊 它一定会指定要这一罐Neon的 那这一罐Neon的呢 它洗起来也会有那种就是 你的皮肤会觉得很润泽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那种让你觉得 蛾蛾滑滑好像很洗不干净 总之这一款质地我觉得超级舒服了 而且这也不是我的第一罐 这应该是第二罐了 它如果你不喜欢拿来泡澡 其实一般拿来当作沐浴乳使用也是很OK的 一样可以搭配我说的那个沐浴的球球 然后这个玻璃的质感我觉得非常厉害 就是如果你想要送人 这个我觉得也很好 我觉得很推荐 接下来讲这个 这个是一个护手霜 它是grownalchemist他们家的一个hand cream 那这个hand cream呢 它是香草加上柑橘皮的感觉 这个其实我非常的喜欢 它是那种有点厚重的质地 所以很适合你在开冷气 或者是你在台湾冬天的时候使用 那我通常就把它当作身体乳啦 它挤出来以后啊 就是推开是需要一点点按摩的 可是不是那种会变成白白的 然后很不好抹开的那种质地 而且它抹上去以后 你会真的立刻感觉到你干燥的皮肤 就是有保水到 我不太建议在台湾夏天没有开冷气的时候使用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身上有一点点滑滑黏黏的那种感觉 那这一罐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其实我不太喜欢东西 会积在前面有一个这个小硬块 但是它就是一直以来都会这样 可是这不妨碍我很喜欢它 如果这点你真的很在意 你可以买那个铝管妆的 接下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是The Laundress他们家的baby洗衣精 这个洗衣精从我子女出生到现在已经两岁多 然后底级出生我们一直都是用这个洗衣精 baby洗衣精啊非常的香 就是完全是一个baby的味道 但是没有奶香味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那种母奶奶臭的话 这个不用担心 它就是一个很好闻的疗愈baby味 唯一一个要吐槽的就是这个瓶子真的很烂 就是它会积很恶心的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这样 就你如果这样倒的话 它就会积在这里 然后各个角落 然后这瓶子盖不紧 它会不停的漏 但如果你是每次打开这样子倒的时候 你的这个里面也会变得很恶心 反正这个设计我真的觉得超级不良的 但是一罐这么大罐然后960 我觉得拿来洗小朋友的衣服是完全很超值的 接下来两个防疫用的酒精 我喜欢台糖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台酒的有一个很浓的酒味 我觉得很臭 然后洗脸的最近用完的是这两罐 这个是Free Plus他们家的泡沫洗颜料 老实说我没有很喜欢这个东西 而且我后来发现他们家最多人推荐的 其实应该是这种管状的 那可能是我买错吧 这个东西我之前在实测里面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洗脸的那个评比 那我觉得它挤出来的泡泡是 是没有到很绵密 但是我觉得也是够的 通常一下就可以洗全脸 但是它洗完啊皮肤会明显有一种那种 就是膜感你知道吗 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它每次冲掉以后 你就会觉得你的脸好像还是滑滑的 就是我觉得洗完感受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也没有让我制痘啦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我不会想要再回购的东西 但没有到很烂 但另外一个是让我出乎意料的 就是SUKU加的这个洗颜乳 那这个洗颜乳啊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通常这种管状的啊洗完都会蛮干的 因为我的皮肤是干性皮 但是这一款啊洗完意外的就是脸是很舒适的 当初好像忘了把它放进屏蔽里一起做了 它就是那一种很基本款的挤出来 是那种完全白色的乳状 那它可以起非常非常多的泡泡 而且这个泡泡是蛮细蛮厚蛮绵密的 那洗完你的脸以后你会觉得你的脸很干净 问题是它就跟没有洗之前的那种皮肤的触感是差不多 并不是因为清洁过后你的皮肤好像就是水分都流失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蛮厉害 SUKU这个洗颜的是我会想要再回购的 另外的保养品就是这个 Albion的三号美白渗透乳 这个我还是都会拿来白天第一步 就是如果我要化妆的话我就会用它 或者是有时候像我说的 你可能刚洗完脸你觉得皮肤很干燥 我第一步一定会先用渗透乳擦过 它除了微微可以就是代谢你的角质 还有就是它可以给皮肤一个立刻的补水 那接下来你在做后续的保湿或者是上妆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打肌底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我来讲它有一点点像是人家用的那种肌底精华 只是是乳状的 然后还有我最常拿来敷的书瓜丝瓜水 那最近我有讲到就是我换成洋能源的那个 其实就是我还是会搭配的使用 那我觉得湿敷真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功效 其实我刚来我姐家就是三级警戒开始前 然后我就一直住在这 我有感觉到我皮肤很明显变差 变差的原因我觉得是前两三个礼拜 我都没有很认真的保养 然后完全没有湿敷 直到我开始上网络课程 然后需要化妆 我就开始湿敷 然后我觉得保养的确是有差 加上这个湿敷啊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稳定 然后你的皮肤保水力也比较够 就有点像是人吧 就是你如果水喝的够多了 你的皮肤自然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状况了 身体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身体喝水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也要给脸多喝一点水 下一个要讲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之前讲过的这个lion的这个洗手 那因为它是小朋友可以用 而且号称日本幼稚园都是用这个洗手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这个味道是清爽柑橘的 它通常就是按一下然后就是够你洗手 而且这个泡泡真的很绵 那它跟之前我推荐的那个茶分不太一样是 这个洗完呢它是那种手会比较干净 茶分洗起来是手会比较有那种润泽感的 但是茶分我觉得问题是 它常常按一下是不太够就是要按到两下 那这个泡泡是更绵所以通常它一下就够了 然后我觉得它因为它说什么抗菌啊什么 所以它感觉真的很厉害 后来我们就立刻回购然后也有持续在用 接下来两个这个眼唇卸妆 一个是1028一个是尼维雅的 单纯是因为我姐家只有这两个 当然这两个应该算是开价我最愿意就是去买的吧 就如果你旅行啊或者是什么突然没有眼唇卸妆液 我觉得这两个是最值得考虑的 1028相对会有一点点 但是以卸妆的程度我觉得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尼维雅应该是目前开价的这种水油分离做的 我觉得最清爽的 但是跟我最爱的离肤宝水比起来还是差一大截 然后呢这个布朗博士的温和婴儿截肤露 就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味道 但是我真的不推荐大家买玫瑰 玫瑰真的是呕吐味 那这一款蓝色的呢它就是我拿来洗刷子的 我觉得洗刷子啊洗海绵蛋啊其实都蛮好用的 唯一一点就是它对于那种粉底液会有一点点洗不掉 所以如果你的海绵蛋上面有非常多的粉底液 它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清洁 然后或者是像你有一些粉底刷 它可能要洗到两三次才可以洗得很干净 然后身体乳的部分呢这个是我姐的尔巴Viva 妈咪运度浮纹乳霜 因为我之前看过就是拍空瓶的YouTuber 他们都是直接剪开然后用完 然后再这样子盖回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想说我也要这样证明我就是真的用完 这个真的是最后是我把它抠干净的 因为我剪它就是用到底它就是不太想要继续用 然后可是我就把它剪开然后就把它剩下抹在身体上 超级好用就是尔巴Viva家的身体乳 我之前就推荐过我很喜欢了 它的这个这个韧成浮纹乳霜啊 我觉得滋润度又更上一层楼 它是推开会有一点点痕迹在你身上 所以你要就是多推几遍 可是我猜这就是浮纹霜的用意 就是让你去按摩然后让它洗手 那它擦完以后它会有那种 就是你的皮肤真的很滋润 而且你到隔天起来是感受不到 它已经全部都已经吸收进去了 那所以这一款呢我觉得真的很赞 而且我姐其实没有什么认诚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算是应该是有效的吧 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效 就是当你今天手很干 例如说你刚洗完碗 然后那个洗碗筋很咬手的时候 这个擦上去它会立刻舒缓 然后让你的手有那种就是活过来的感觉 就不会再干巴巴的 所以这一款我真的超爱 一度想要就是自己买好几条来用 看看是不是以后怀孕就真的不会长认诚霜 就是先你知道超前部署 另外一个这个雪芙兰的这个身体乳霜啊 是我买来混其他的东西用的 但是我就发现啊 这个我以前用过的东西怎么香精味这么重啊 就是它香精味真的是重到很可怕 就是你这样吸一口进去你会觉得你的鼻腔黏膜都已经受损了 但是以滋润度来说我觉得它是真的蛮厉害的啦 然后它也很适合跟其他的乳霜啊做调配或者是油类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不想用的东西你可以拿来跟这个混一混 然后就是稍微降低它一点的味道 好下一个大东西是这个 这个是好士多卖的棉花棒 老实讲我之前有说过我不是很喜欢它 因为他们家的棉花棒是很容易会掉屑屑 就是它那个棉花的那个部分啊是很不扎实的 所以常常会有棉絮 你如果要弄眼睛的话一定要记得沾一点生理食言水 或者是东西把它弄湿 不然你这样直接进入眼睛啊 10次大概有9次那个棉絮会卡在你的睫毛里 那真的是痛不欲生 但是因为它非常的大合 然后就是买一次你可以用很久 所以我觉得还是算方便啦 接下来是这个洗衣肥皂 这个洗衣肥皂也是讲了非常多次了 就是我的内裤都是用这个洗的 然后我觉得它清洁力就是蛮强的 然后冲洗需要比较多次 那所以有时候会跟另一款搭配一起用 那我还是会继续回购 因为我觉得就是贴身衣物的这个洗净蛮重要的 好啦精彩的部分来了 就是我要推荐这个我最近超爱的海苔 这个是三切延烧海苔梅子口味 这个海苔真的很神奇 因为它其实就是海苔 然后上面撒梅粉 然后吃起来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吃了停不下来 可是我姐觉得这个味道蛮奇怪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见仁见智 如果你是喜欢梅粉的人 这个你一定要尝试 通常我一次可以吃到半包 而且那个半包是我必须要跟自己讲说 我必须要停止了 然后隔天我就会很激动的再去把那个另外半包吃完 这梅子真的非常的厉害 大家可以上虾皮购买 然后记得要多买几包 因为真的不会不会够吃 之前没有讲过的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是台中一家我很喜欢的咖啡厅 叫做叫做什么 它叫什么啊 我真的忘记叫什么了 我把它打在底下 但是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家内用咖啡非常好喝 因为他们家大部分都是手冲 然后我比较喜欢手冲咖啡 可是他们家的绿挂我买过两次 然后我每次都是买非常多不同的味道 我发现他们家的绿挂冲起来是比较 就是不知道 我的水量是控制的蛮少的 可是吃起来冲起来就是觉得很淡 然后就是觉得水的味道很明显 所以这一点我没有很喜欢 那我觉得疫情结束后大家可以去内用 但是绿挂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么推荐 然后还有一个咖啡绿纸 这个也是在好市多买非常方便 一次就是这一盒里面有100包 然后我记得它一次好几盒 所以如果你在加手冲咖啡的话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方便 所以不用一直重复补货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 苏菲的业用棉条 这个也是一直会回购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苏菲的导管真的是 目前可以买到的里面 算是好推然后好用的 然后他要讲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居然可以用完 当然大部分都是在疫情前啦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Hourglass他们家的蜜粉 我目前还没有看过有人像我用的这么干净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我拿剪刀硬把它抠下来 因为我用完的时候发现它底下明明就还有剩很多 可是它已经倒不太出来了 所以我就拿剪刀 各位剪刀真的是你的好朋友 要拿那一种就是你知道 比较长一点点的 然后你就是在旁边这样子死命的抠死命的抠 里面排名至少有前三的 首先它的包装设计的非常厉害 就是这个H刚好可以倒出一个量在这个洞里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里沾 或者你可以从这个洞洞沾 然后它的就是履形也会非常的干净 就是你的蜜粉不会撒到处都是 而且通常这样子倒 就是刚好是bake全链的量 如果你不是要bake 你只是要轻轻扫了 你只需要这样子就好了 就稍微把它倒过来再翻回来 它就是一个就是单纯的H 可是我通常喜欢让它倒到整个这个地方是满的 那这个蜜粉厉害在哪里呢 它隐藏毛孔能力超级好 很多粉底衣上去以后 你的这个旁边就会立刻有那种芝麻感 但是这时候你用上它 即使你是厚厚的bake一层哦 它都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粉感 因为它的粉很细 加上它的粉是有一点那种肤色带黄调 所以很适合我们亚洲人 那它这样子粉细上去以后啊 就会对这个地方的修饰特别的好 所以这一款粉我真的觉得贵的很有道理 而另一盒我解的也快被我用完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用完一定要回购的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想想看还有什么要说的 它怎样 哦之前我一直觉得它的控油能力不是很好 但是我后来发现用bake的手法 它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妆非常持久 所以这一款我真的大推 然后如果大家用完了觉得没有很干净的话 一定要像我说的就是拿剪刀把它旁边抠开 它就可以用得干干净净 所以这一款Hourglass大推 另外一个卸妆膏是这个Elemis玫瑰味的 这个我就没有很喜欢了 它是他们家的那个胶原骨蛋白什么的卸妆霜 那那个东西我觉得本身是好用 可是这个玫瑰味真的太冲鼻了 我的天哪 它很像是那种很单纯的玫瑰香水 但是调的过浓 所以你一打开你会有一种Woo的感觉 但是老实讲在卸妆的时候 不会觉得这么的浓烈 就是你不要直接这样子凑进鼻子闻就好了 它的卸妆力也算是好的 然后它卸起来是那种比较胶感的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 我喜欢的那个Eve Lone那种油腻的感觉 这一款你应该可以接受 好还有一个牙膏 这个是regenerate的牙膏 它应该算是一个网红牙膏了吧 不过我尝试的很晚 然后我试了以后真的是惊为天人 因为它真的是超级适合敏感的牙齿 而且它刷上去的泡泡非常的丰富 然后你刷完真的长久使用 通常用一只就会感觉到你的牙齿很明显的 我觉得是比较健康 然后它去牙垢跟微微美白的功能也是有的 我说的所谓美白是指 把你的牙齿上一些比较黄的东西给代谢掉 不是真的让你的牙齿变到超白 所以这一个牙膏我超级喜欢 好管状的东西要推荐的是 两只眼线脚笔 这两只都是手弄的 就是非常便宜好用